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 人权组织记者吴国界 在星期三公布了2017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中国维持倒数第五的排名 被称为是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 有超过100名记者与博主仍然身陷欲中 相比之下 台湾的新闻自由排名45位居亚洲之冠 两岸的新闻自由可以说呈现巨大的反差 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 在180个国家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新闻自由恶化 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民主国家 作为民主基石之一的新闻自由 为何遭受威胁 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对新闻自由的损害 有何不同和相同之处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是中国前媒体工作者 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 传播与信息学院的教授郝晓明 郝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在新加坡的郝晓明教授 媒体是社会大众来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那么当新闻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 新闻自由不断恶化的时候 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应该说这个新闻在不同的社会当中起了不同的作用 那么新闻自由相对来讲它也是在不同的制度当中 它所受到的 所刚才你提到的威胁 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那么新闻自由我们知道 如果按照我们传播学或者新闻学的最早的研究 有三位著名的美国新闻学家 曾经做过一个写了一本书 那么叫做新闻的四大理论 那么四大理论其中讲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新闻自由它是一个随着这个新闻制度产生 就是说新闻自由的这个宽度或者是广度 它是受这个本身新闻体制的影响 那么新闻体制又受到它的政治体制的影响 那么政治体制当然受到社会公众的理念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不同的体制下新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所以它的新闻自由度在这些不同的体制下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假如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新闻自由 除非新闻作为这个监督政府或者监督权力的机构来讲 西方民主社会当中起的更大的作用 那么在一些比较说比如像中国的这种特定的这种 非权制度下或者是共产党制度下呢 它的新闻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在这个比民主社会 它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 它更重要的是帮助政府来传达它的信息 这个鼓动民众来执行政府的决策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新闻真正受到了同样的损害的话 那我认为新闻在一个民主社会受到威胁应该是更大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何清廉女士 何女士我们知道您在过去在中国也有在媒体工作多年的经历 那么也看到了很多当时的一个情况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在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 这个垫底的国家是朝鲜 新闻自由度是最低的 那么伴随着它垫底的国家还包括了厄利特里亚 土库曼斯坦 叙利亚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这些国家 他们严控媒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通过的又是哪些手段呢 这几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政治上极端不自由 那么就是统治者就像那个看守 对人民的关系就像看守这个严群的男的关系 那么这个男当然是不希望那个严辨的有智慧 所以他要控制信息 这五个国家而且基本上也都控制教育 那么这个教育系统是所造人的那个世界观 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 媒体就是加强强化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人民 然后就是让人民不是变成公民 而是一种臣民 胡同同的整个意志 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记者无国界的这份报告里面 针对中国的部分 他们是这样形容 除了说他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公民记者监狱之外 他们还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们是这样来说明中国的情况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头号新闻审查者和新闻自由的强害者 他发起了一系列政策目的在全面掌控媒体报道 创造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秩序 那我们看到在最后这一段说 创造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秩序 我想请教何清莲女士 从去年年底开播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海外的这个播出的新闻频道CGTV 还有我们看到在美国发行的这个英文的中国日报 可以说中国不断在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个渠道 在深化到其他世界各个地方来表扬这个中国的新的形象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真的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影响 是不是真的建立起了一个深受中国影响的国际媒体环境 中国的这个大外宣策略吧 应该说是从这个坚德末期开始 那么历经这个福温十年 然后再到习近平 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大外宣体系 那么从语言上来说 它已经覆盖了五个主要语种 就是比如英语 中文 华语 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个西班牙语在拉丁美这都有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确实中国实现了毛泽东以前讲的 让新华社把全球都管起来 这个梦想的一半就是确实是扑开了 但是能不能达到效果呢就要看了 因为传播学中也有一个著名的原理 就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传播了信息 但是如果受众不接受或者是无视它了 那就等于是无效传播 那么从中国这个新华社覆盖在全球 就是上百个国家吧 尤其是这个非洲很多国家 新华社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看他们那边对这个新华社的信息 接受的怎么样 最后发现一个令中国政府比较沮专的结果 就是非洲国家的上层 喜欢听BBC 还有看英语媒体 但是对这个中国新华社的英语媒体 主要就不是上层人物看待 而是这个社会底层 那么就是恰好社会底层 不是中国政府先影响的对象 所以当时有个新华社记者 做了调查以后 回去了特别要求中国考虑这个传播的效果 我想在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广场 经常看中国的那个广告 中国花了很多钱 但是我曾经问过好些人 对那个时代广场 有关中国的广告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结果有的没注意 有的他看完以后就说 都是恋男恋女 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些男女演员 但是没有别的 所以就是可见 他要传播的是什么信息了 已经被这个画面的乏力掩盖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大外宣 还没打到目的 好我们继续 在我们的网站上 已经有不少的网友 提出他们的问题和意见 我们就来看看几位 然后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位署名 叫Ed Zhao的这位网友 他说呢 近年来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收紧 总体来说是在习穿毛鞋 走邓路的统治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所谓毛鞋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了 但是邓路也就是改革之路 特别是制度层面的改革 还没有看到清晰的脉络 他想请教两位嘉宾的是 在19大以后 随着制度改革的推出 在新闻和言论环境 是否有可能改善 党管舆论 这个中共的金科玉律 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破除 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奇藏的网友 也提出类似的一个问题 他说到了他说这些年随着自媒体 这些新兴媒体的发展 中国的舆论圈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 但是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环境 却没有随着好转 甚至有恶化的趋向 他想请教的是 为何在经过近40年的经济发展 当局依然如此害怕 被言论与思想所颠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当局是不是应该更加来保证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来展示自己的文明与自信 我想先请何清磊女士 来就这两个来宾 这两个网友的提问 提出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这位网友的提问 表达了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年好愿望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改革 有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然后通过这个政府对舆论管制的放松 然后就慢慢达到社会改良 但是我觉得从县政府的行为来看 这可能只是个愿望 因为现在就是习近平这个统治 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寡头独裁 那么既然是寡头独裁的统治 它就是一种集权统治 这个集权统治和威权统治不一样 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 对言论的控制就特别厉害 所以前一位网友谈的那个制度性改革 我觉得在习近平领导下 至少是近几年内你看不到希望 因为这个制度改革 不能说任何改动都是改革 它要有个内涵 比如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改革 目前就是政府是非民选的 那么它如果要改革 就一定是要改成民选 才是这个改革有一个确定的内涵 否则就变成目前这种 小修小博 任何在集权框架内的改革 大家都把它称作改革 这样的反而模糊了大家的 对现状的一些认识 而且也在这个 对这个改革内涵模糊的基础上 讨论改革也没任何意义 是 那么郝晓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在中国党管舆论这项规范 或者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而来破除呢 这个党管舆论 我觉得这个只要是在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 中国在这么一个执政的制度下 它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这个党媒信党 这个习近平也提出来 包括以前江泽民讲 政治家办报 这个都强调了一段共产党 对这个媒体宣传的基本政策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一个现实 就是说尽管是党的基本的 这个管媒体这个政策没变 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是这个互联网和这个自媒体出现之后呢 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就是从新闻的传递 信息的传递方面 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那么现在作为自媒体和这个民众 使用的一些渠道来讲 这个在中国的老百姓来讲 我也参加国内的很多这个就是微信圈了 你看到国际上的新闻 或者香港报纸灯的台湾报纸灯的内容 就是有些不利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言论 或者是新闻 在中国的实际上自媒体上都会出现 那么现在这个作为政权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执政党 他既然能够掌控这个主媒体 他还是不希望这个主媒体呢 完全能够流放成一种自由的状态 我觉得只要是共产党这个专政执政的情况下 这种这个党媒变成一个自由发展的情况 是不会出现的 好的我们继续就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到 在这一份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 除了谈到了中国的问题 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焦点之外 另一个焦点是今年的这份报告也特别提到 注意到一些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 恶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引发了担忧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来我们进行分析 不过我们现在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 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 您好 请说 你好 我经常参加国内的一些讨论 也参加这个美国之音的国外媒体的讨论 我相比之下 我认为中国这个新闻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有一条就牵涉到政治的层面管理的比较紧 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违法的一些话题 而是所谓就是敏感话题 是吧 被列为敏感话题 因为敏感话题并非比如说赵紫阳的问题 可是不是能表达出来这是不允许的 这个也不是个人的问题 说是习近平的问题 胡女涛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中西对这种媒体的定位不一样 像西方媒体美国把新闻定为第四种权利 中国这个体制把它定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既然是喉舌呢 一般来说你的功能就是宣传 就是歌颂 是吧 批评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负能量了 所以说改变这种问题的唯一渠道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是吧 把媒体定位 这老百姓可以批评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 但是呢 应该我认为还是应该有很大的宽度 因为你已经 毕竟人们用这个媒体进行监督批评政府 说到这一点 并不是批评者都是什么坏人 都是监护政权 并不要这么把老百姓看作这么恶毒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您 河北张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 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这个媒体来讲 中共的 中共有两把枪嘛 一把是枪杠子 一把是笔杠子嘛 它是绝对不会让笔杠子把让别人夺走的 另外我再谈一下这个就是台湾吧 台湾的新闻自由都好像到了上升了 我感觉它那个政治力的介入也比较深 还有一个放娱乐化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都是非常内俗 变得有些东西就是非常的民粹 我就看这么多吧 好 谢谢您 浙江庄先生 我们再来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张先生 然后我们展开讨论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主持人 我想说的是 在中国不管你看哪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我认为它播到的新闻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论是央视还是其他的 比如东方卫视 深圳卫视 甚至是纵方卫视 我认为它所播出的新闻内容都是完全一样 它的评论也没有任何的差别 我认为这也是共产党 它对人民的一种暴政吧 像我得到的一些真相 比如64 比如709 它都是我翻墙之后 在你们特别是你们美国之音的媒体上 我才了解到这个真相 所以我也很想感谢能够在海外 还有一些能够宣传真相的媒体 能给我们这些 现在中国这个牢笼里的这些人们 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真相 好的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您 山东的 还有我想问一下 就是 你好 山东张先生 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必须要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 刚刚我们几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 在中国 他们对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改善 不表乐观 另外也有一位浙江的庄先生 特别提到了台湾的情况 那么这次很有意思 记者吴国界 其实在公布这份报告前几天 宣布了他们要在台湾 在台北设立亚洲第一个办公室 这个计划本来是要计划设在香港的 但是呢 根据这个记者吴国界组织表示 他们是出于各种的担忧 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介入 甚至干扰 所以呢 才把这样的一个设立环境 设在台北 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记者吴国界的担忧是否合理 还有在台湾 我们看到了 经过了戒严时期 白色恐怖时期 那么台湾当时的新闻自由 也受到了很大的钳制 为何在短短30年内的时间里 可以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呢 台湾和大陆新闻自由的环境 完全不一样 主要是政治制度决定的 因为就算是在这个蒋介石时期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 也是一个威权政权 而中国不是 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 那么极权统治和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 威权统治它是有限的新闻自由 比如私人可以办报 大学教授还可以有一定的空间 另外他也不管宗教 那么极权统治就不一样了 就是善管天 就是比如这个神 所谓的宗教都要有共产党的管理 那么下管地 就是地上的一切人类 就是招在它的统治范围内 言论思想 它都要管制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极权统治和威权统治 它的空间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台湾可以发生的抗争的事件 慢慢积累 最后形成美丽岛事件 最后就是倒逼这个国民党政权改革 那么就最后就是开放新闻自由 开放新闻自由就等于解除了党禁 解除了党禁 那么就有了这个多党政治的基础 就这么一步步来的 那么极权统治下就不可能 所以中国的动辄 就是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危害国家安全 这些罪名 就是把一些异议人士抓起来 然后就是导致这个中国 近几十年的抗争 几乎是一波又一波的牺牲 但是毫无积累 就是每一波都是重新在一个起点上开始 上一批人的牺牲 比如六四 那一波人的牺牲 不是这个九十年代 起来的维权运动的基础 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那个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那个记者吴江杰正式认识到了 这个台湾和这个香港的不同 因为香港现在就是虽然香港的号称一国两次 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直处在猫爪之下的夜阴 现在新闻自由受到严重的干扰 尤其是这两年抓了个什么政治竞速 弄得香港出现了寒蝉要效应 新闻自由的环境越来越恶劣 所以他这个考虑我认为是合理的 那么郝教授在请您答复之前 我想我们来念念两个网友 刚刚进来的这个评论 一位是署名叫James Yang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封锁新闻是一党专政的保护伞 而中共各级干部的利益来源是一党专政 所以只要共产党不垮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可言 这可能也跟刚刚二位嘉宾所提到的 这与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的看法 像这位署名叫Wind Kim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自由是真的 国内问题也很多 但是中共长远战略来讲是比较正确的 至少不会胡搞瞎搞 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问题 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就能解决的 不是说把中共推翻了就解决了 他认为中国还需要时间来完善 我想继续请教郝教授 在中国也有不少的民众认为 这个新闻自由 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不自由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改革或者是改善需要时间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观众朋友的想法 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这些观的观众和听众 他们这个想法 其实也符合当前中国很多民众的想法 那么刚才我谈到就是说 这个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是一个整体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这块单独的 像这个记者屋国界拿出这个自由 新闻自由一个单项比较来讲 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老实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这个新闻自由和你的整体 这都是一个package 是一个整体 就跟你去到这个饭馆吃饭 它是一个setting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套餐 那么现在我们老拿这个说甜品 台湾的自由多 这个像甜品一样 甜品多 甜品比这个大陆甜品好 这个套餐的好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你反过来说 就像很多中国老百姓想法是这样 那么以现在台湾这三个年来 通过自由民主之后 台湾的经济和整体的国力增强 不讲国力吧 他们这个政治正确的话 也不讲台湾是国家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不会认为 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状况 比大陆状况也好 那么大陆这三十年的发展变化 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它毕竟是从一个相对比较弱化 刚刚开放的国家 在三十年代发展成 世界第二大强的一个经济体 同时它的军事实力 各个方面都在增强 这对普通大自百姓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感到骄傲的一个事情 所以它在某种情况下 这个某种意义来 我们讲这个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 它也是在人们吃饱饭 是把这个解决了衣食住行之后 它来再想一个更加 更加宏大的目标 所以大家理想话 都是希望这个 不管这个 毕竟民主自由是一个 具有仆史价值的东西 我想只要是人 他都希望这个东西有 但是在除了民主自由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追求 在那些追求没有达到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认为 这个民主自由如此重要 但是反过来说 在台湾某种意义上来 给大陆的民众也造成一些反面的教育 就是看现在的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包括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评论 就是过度的自由和过度的民主 造成政府不利 是吧 在台湾这几年 从这个政党之间的斗争 到政府的这种不利的这种管制 造成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的倒退 或者是停滞不前的状态 大陆也看到严厉 所以民众也不认为台湾现在给大陆 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美好的前景 是 郝教授 我要继续刚刚您的这个说法 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 这一次记者无国界的报告里面 除了列比各国的排名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他们也提到了 那就是在许多的民主国家 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倒退 而且是不断在恶化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在极权国家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原因 还有它背后的背景 但是在民主国家里 到底影响新闻自由的因素有哪些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一个影响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郝教授 两分钟时间 如果说民主国家倒退 比如说我们首先看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这个记者无国界的组织 同时也把美国和英国在2014年列为互联网的公敌了 那么也就是说由于这两国家在2014年之后 推行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对互联网的监督 或者这种政策策略之后 他们也把他们看成是 那么所以这个恐怖主义 是对这个政府管制媒体 管制互联网的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理由 我们不讲这个政府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了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就在西方国家一些强权人物 包括美国的这些新选的总统川普 这样一个政治主义对媒体不理不睬 或者是采取打压的政策 同时包括这个利益集团的权力的增长 对这个媒体的影响 这都造成了一些的 一定的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些限制 另外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一点 就是作为媒体本身 虽然它在社会当中 没有人公开说这个媒体 到底是谁选举产生的 但是媒体它假设它是代表人民的 它有很多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这些权力当中也存在着滥用的问题 另外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现在社会由于各种媒体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媒体素养 和它对这个媒体的批判能力要增强 所以它不会像以前那么非常轻易的相信媒体 他们也会更加注意到媒体存在的问题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应该解释在民主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对新人自由的 一些缩减的现象的一个各方面的原因了 我们现在很快念一个网友 他的看法 他认为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缩减的原因 他认为是因为这个独裁国家入侵的要害 这个新闻自由在民主国家成为了一个独裁国家入侵的要害 比如共党可以在民主国家宣传自己的独裁思想 宣传虚假新闻 但民主国家却无法向独裁国家来宣传民主思想 这样在国际的大环境下自然会造成新闻自由的倒退 而民主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新闻自由 反而在拒绝独裁国家的新闻入侵下 不得不在新闻对独裁内容的限制 而且过度对宗教和种族的保护反歧视 这也是限制了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原因 我想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两分半左右时间 我想交由何清莲女士来我们做一番总结 也提出您的看法 那就是在民主国家新闻自由是否真的受到了威胁 那么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民主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它应该做到哪些方面来对受众做负责的一个情况呢 刚才这位受众谈到的 其实只限于那些独裁国家来的移民 可能受到他们的本国的宣传的影响 那么对于民主国家其他的受众 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影响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好教授刚才谈了恐怖主义的兴起 对这个民主国家管制言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这确实是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从去年这个英国退欧和这个美国大选 我们感觉到的是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下降 是由于受这个政治正确关联的约束 为什么受政治正确关联的约束会导致这个媒体自我约束 然后限制新闻自由 受众对媒体的性能度严重下降呢 原因是在于这一点 我先谈一下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看法 美国的宪法和这个第一修正案 保证的是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而不是说他只保护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言论 那么民主国家恰好就是把这一点误解了 就认为只能保持政治正确的言论 而真正的想法大家要埋在心里 所以这就是去年川普的支持者成为沉默的选民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什么叫新闻自由 什么叫言论自由这个本源来谈起 才能避免民主国家出现目前这种言论自由倒退的现象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充分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而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恐惧约束自己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何清莲女士还有郝晓明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探讨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 最大的亮点和败笔是什么呢 请您按时锁定 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明晚安 感谢观看